好 再来看到是疗愈系的黄色小鸭人气真的超级夯的 高雄光码头呢 到这个周日已经陷了超过300万人次都来参观 但是现在码头周边也变成了是山寨鸭的大本营 因为眼看展期在下周日就要结束 摊贩为了要抢赚最后一波的小鸭材 不顾违法是直接开进了展场里叫卖起山寨鸭的商品 完全呢 把这个取地的检查都给抛在脑后 而且为了一堵这风采就算周边的交通挤得是水泄不通 大家还是坚持要来赏鸭 摊贩混在人群中随地叫卖起飞官方版的黄色小鸭 民众经不起这可爱诱惑直接蹲在地上挑选 但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山寨鸭 摊贩抢在周末假日以打游击战的方式大喇喇混进展场 手提袋里充满没有标示产地成分和制造厂商的小鸭商品 一发现取地警察靠近 手提袋一收就到旁边那梁 疗愈系的黄色小鸭人气超夯 高雄光荣码头到这个周日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次来参观 但码头周边也变成了山寨鸭的大本营 眼看展棋下周日就要结束了 摊贩们为了抢赚最后一波小鸭财 无辜违法闯进展场卖起山寨鸭 完全把取地警察抛在脑后 可爱的黄色小鸭即将在下周日离开高雄光荣码头 游客们纷纷趁着展棋结束前赶紧来到光荣码头 一督小鸭风采 虽然周边交通挤得要命 但完全不减鸭迷的热情 中天选记博士王嘉倩张欣 高雄报导 中天选记博士王嘉倩张欣